所以當吉羅琳跟金組元交換了肉體之後 吉羅琳開始去過著一個 社長的富家少爺的日子 才發現日子不好過 當你是一個社長 你要不要看爸爸媽媽的臉色 你還要隨時讓擔心你公司的總經理 把你幹掉有沒有 是啊 那當金組元變成吉羅琳的時候 你才發現原來雖然人家是社會的中低階層 可是人家有這麼多的友誼 人家有這麼好的生命的一種態度 人家有這麼好的朋友 各位 你才真的能夠將心比心 你才真的能夠將心比心 那各位剛講的那個 魔幻的土基層 竟然那個土基層的老闆娘 其實是誰幻化出來的 吉羅琳的爸爸 這個偶像劇又告訴我們 人是靈魂永生的 哈哈哈哈 人死掉之後 還能繼續在這個世界 拉拉手 人死掉之後 竟然還能開一個魔幻土基層 讓他的女兒跟未來的女婿交換靈魂 各位 所以這個故事真的非常的賽斯 從頭到尾 原來是科幻劇 所以這個吉羅琳的爸爸 這個消防員 在十年前火災之後死掉 可能變成天使了 後來天使來到人間 又設了一個局 讓吉羅琳跟金祖元 交換靈魂 交換靈魂 因為眼看著 他們可能漸行漸遠的 而當交換靈魂之後 兩個人有了更深刻的一個 對彼此的了解 好 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講過 第一個 賽斯心法裡面 為什麼會有對等人物 對等人物裡面 可能有一個 胖的要死 減肥減不下來 有一個 瘦的要死 每天都吃不飽 對等人物裡面 有一個可能 有錢的要命 錢多的花不完 可能有一個 窮的要命 連貸款都繳不出來 對等人物裡面 可能有一個嚴苛的大法官 看到殺人兇手 每個都想判他死刑 對等人物裡面 可能有一個 莫名其妙 淪落黑社會 不得已而殺人的 殺人兇手 各位 這個世界 為什麼會有對等人物 最後就是要讓你 培養 同體大悲 將心必心 因為我們人越活 越活在我們狹隘的世界 各位瞭解嗎 什麼叫狹隘的世界 後來有一天 老師就永遠不知道 學生很辛苦 孩子不知道 爸爸媽媽很辛苦 有錢人永遠沒有辦法體會到 窮人的一天是怎麼過的 各位 快樂的人永遠體會不到 一個憂鬱的人 是怎麼過日子的 是啊 然後這個世界 彼此就越來越遙遠 越來越遙遠 所以 對等人物的觀念 就是 靈魂會透過不同的角色 來 將心 比心 各位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輪迴轉世 好 這一輩子讓你成為殺人犯 各位 比如說我們講 正解好了 我告訴各位 如果依照賽斯心法來講 正解有可能的下一世是什麼 我只說有可能喔 有可能她下一世 會是一個 非常 溫柔的 鹹熟的一個媽媽 也許 在很困苦的環境之下 餵母奶 去工作 辛辛苦苦把四個孩子養大 那各位 剛剛許醫師說 那四個孩子你就知道是誰了喔 當然這次有點戲劇話啦 我是一個比喻 這四個孩子 就是被他殺死的那四個人 一個一個 因為 因緣 因為緣分 回來當他的孩子 然後 這四個孩子也許生下來 一個沒有額朵 一個沒有眼睛 真奇怪 真奇怪 有可能這樣 但是那是四個人 他們自己人生的決定 這裡不涉及強迫 也許被正解殺死的這四個孩子 這四個人會投胎轉世 當他的四個小孩 然後這個媽媽 會含辛茹苦的 去把這四個孩子獎大 而也許他這四個孩子 因著命運的種種安排 可能遭受很大命運的折磨 讓這個媽媽 深受劇烈的痛苦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深受劇烈的痛苦 而當你深受劇烈的痛苦 你才知道 原來傷害別人的小孩 是一件多麼殘忍的事 各位 有時候 痛過才知道 什麼是愛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沒有遭受過的 你不會知道 那是什麼感覺 各位今天你是有錢人 假設你永遠離窮人遠遠的 你永遠覺得窮人是活該的 許醫師跟你保證 你下輩子一定會是個窮人 這就是靈魂的什麼 精心的安排 因為靈魂只有一個目的 要讓你充分的體會到 愛、智慧、慈悲、創造力跟神通 靈魂永遠帶著一個至高無上的使命 要我們學習成長 要我們培養同理心 這樣各位明白了嗎 以至於形成了 我們看到了每個人的命運 而這四個被鄭傑殺死的人 可能一個一個都來當他的小孩 而 鄭傑的下一世 也許他會撕心裂肺的痛苦 為什麼我從小 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 要遭受折磨 當你遭受的劇烈的心痛 你終於明白 你曾經加諸在別人身上的痛苦 各位了解嗎 所以一個人血的殺人者 你不要以為你逃得掉 不可能的 一個你如何傷害別人的人 你一定會感同身受 因為這是宇宙的定律 這是宇宙的定律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講 以過去的宗教 這叫做懲罰 以賽斯心法 這叫做什麼 大聲一點 靈魂精心的安排 其目的不是為了懲罰你 其目的不是為了責磨你 其目的是為了什麼 讓你開悟解脫 讓你將心比心 讓你學會你要學會的生命的功課 這樣我明白了嗎 他不是懲罰 他不是責備 各位 所以如果正傑下一世 他身為一個 無奈的媽媽 看著你的孩子 被你前世對待別人的方式 一個一個折磨自死 你重新會再體會到 原來 所愛的人被人家傷害 是這種感覺 各位 他的靈魂不會放過他的 你放心 這樣我明白嗎 今天傷害你的人 各位 你不要覺得 我為什麼要放過你 各位 很多人很不平衡 你怎麼可以這樣傷害我的家人 法官也沒有辦法 判罪也沒有辦法 或關個幾年 你又逍遙了 各位 我老實告訴各位 你們真的要學賽斯心法 學了之後 你真的會很平衡 為什麼 因為他的靈魂不會放過他 什麼叫他的靈魂 靈魂就是我們上面的智慧 他不是懲罰你 但是他一定會透過種種生命的安排 讓你學到你要學到的慈悲 讓你學到將心比心 讓你學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各位 因為唯有這樣子 全世界的人類才會慢慢 邁向一個心靈上的開悟 後來 其中還有一個 男配角 就是這個奧斯卡 對不對 那各位奧斯卡 一直有一個 女的不斷地跟他作對 可是 從頭到尾 就好像 賽斯心法在告訴我們的 因為 愛的失落 而因此產生了恨 而最後 奧斯卡也解開了 所有他過去跟這個 初戀女友的誤會 好 所以 我們這樣講 以靈魂的精心安排來講 各位 一個人一輩子 不管你再怎麼扭曲 就好像賽斯講過 很多時候我們來輪迴 剛開始的確是帶著靈魂的使命 可是各位 來輪迴 不代表你不會迷失喔 不代表你不會迷失喔 有些靈魂來到這個世界 剛開始 也可能懷抱著很高的理想 也許 來輪迴 可能 三五世 他就要 到另外的層面去 可是 就像 小朋友遇到糖果一樣 有些靈魂來輪迴 的確也會被 名利 所吸引 畢竟 像我最近常講的一句話 江山如此多交 引多少英雄 盡折邀 而 來到這個物質世界 名利 權利地位 是會讓靈魂迷失的 所以 有些靈魂 也許本來只打算來三五世 就 Sayonana 到另外一個層面 可能 也許他 因為 來到這個世界 被名利 所吸引 而誤用了權利 於是 可能展開了 一兩千年的輪迴 展開了一兩千年的輪迴 但是 各位 我這樣說好了 縱使因為這樣的迷失 可是 靈魂也從來沒有 浪費任何一條路 因為你的迷失 你更了解了 所有 迷途高揚的 困難跟苦處 因為你曾經迷失過 所以你更能夠理解 在輪迴轉世當中 所有 可能讓我們迷失的陷阱 因為你曾經迷失過 所以 後來當遇到跟你一樣迷失的人 你更能夠 有經驗的 將心比心 而了解他們的困難 好 但是 不管靈魂迷失了一兩千年 各位 當後來再遇到 心靈的一個概念 他還是會走回他 最原始的道路 今天就算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各位 就像我們這個世界很多扭曲 真的很多商人為了賺錢 罔顧百姓的健康 很多政治人物 也許為了個人的利益 根本就不顧眾人的福祉 各位 的確我們這個社會 很多人 迷失了 真的迷失了 但是 各位 你不用擔心 靈魂的本質 就在於 不論你迷失幾千年 幾萬年 你最後一定會回到 你的 出發心 因為 靈魂精心的安排 不管世間所有的扭曲 各位 如果這樣講 假設你認為你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找到過真愛 你不斷地在尋尋秘密 那我會說 因為 你從來沒有真的 找到過自己 你從來沒有真的 有勇氣過 因為賽斯心法裡面 很重要的一句話 當 學生準備好了 老師就會出現 各位 當你願意傾聽靈魂的聲音 靈魂就會向你顯現 他對你的帶領 當你真的準備傾聽內心的聲音 所有累生累世的扭曲 都會導陣 各位 都會導陣 因為靈魂最終一定會喚醒我們 一定會喚醒我們 不管我們來到人世間 迷失了幾千年 不管我們從出生到現在 你已經迷失到你不認識自己了 當年也許你是追求真愛 現在你只追求金錢 當年你曾經懷抱著理想 現在你只在乎名利 當年你為了一份真愛 現在你只知道彼此利用 當年你為了一份熱情 現在你只知道計較現實的得失 各位 也許我們迷失的很嚴重 也許我們照著鏡子 我們真的不認識自己了 我們不認識自己了 可是 你的靈魂會覺醒 我們再回到金主元 各位 在繼承者們 你們知道 韓國現在的有錢人 一定要娶或嫁有錢人 因為為了股票 為了股票 兩個家族為了利益的交換 必須門當戶對 可是 是當金主元內在的靈魂覺醒了 各位 後來 他寧願不要他的父母親 給他的財產 他跟他媽媽講 如果我真的娶了這個女孩 你不要給我一份財產 最後我也接受 因為這幾年我自己賺的 我夠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縱使他跟吉羅林結婚了 生了三個小孩 對不對 他媽媽還是沒有讓他們 進家門 所以韓國是很傳統的 韓國是很傳統的 他媽媽還是沒有讓吉羅林 進他們家門 因為他覺得你的身份地位 是沒有資格進我們家門的 可是 當你自己的力量起來了 你會做自己的決定 好 我們再回到那一段 後來 吉羅林跟金主元 不是交換的身體嗎 那後來 這個 吉羅林發生了車禍 昏迷 在那邊可能面臨死亡 那 金主元 知道可以靈魂交換 他就希望犧牲自己 把吉羅林救回來 可是各位 你們會發現 這是不合理的啊 因為 吉羅林 是一個平民的小百姓 金主元 是一個 有錢人家的小孩 他有榮華富貴的一生等著他 他為什麼會做這個 不合理的決定呢 各位很簡單 因為被愛沖昏頭了 只有神經病 才會做這個行為 沒錯吧 沒錯齁 好 各位 可是 很有意思 所謂靈魂的清新安排就是 你以為這個世界 真的是邏輯理性在做主嗎 比如說 各位 父母愛小孩 你覺得真是邏輯理性的結果嗎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 是沒有道理的 各位明白了沒有 父母愛小孩 你的小孩子 以社會標準 再怎麼爛 你都愛他 明明整個社會 就覺得你的孩子這麼糟糕 你還是愛他 你還是等他回頭 各位 我們也看到有些夫妻 明明有一個 一方就是這麼的差勁 另外一方 就永遠 不離不棄 有沒有 各位 你可以說他被愛沖昏頭了 你可以說他神經病 可是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這也是愛偉大的地方 而後來當金主元 他寧願用自己的生命 來跟他交換 各位 當然我們賽斯心法講的 愛絕對不是犧牲 可是當他願意用自己的生命 跟他交換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是犧牲嗎 各位 好玩囉 你以為愛是犧牲 可是當真的愛出來了 當事人覺得是犧牲嗎 不是 因為那就是無條件的愛 當你有條件的要去計算的時候 各位 那就不是犧牲了 那叫做算計 那叫做交換 當你是無條件的 願意去這樣做的時候 各位 那已經不是犧牲了 而是我願意 我願意 好 所以雖然是一個 我們講 八點檔的一個偶像劇 可是我常講 這些偶像劇 之所以吸引這麼多人 讓這個同學 到現在對劇情還念念不忘 你看他專注的眼神 他不知道看過幾遍 可是為什麼你看這麼多遍 主題曲還是沒有練出來呢 你是不是要檢討一下 是齁 各位 他不知道看過幾遍 為什麼這個劇情 這麼令人感動 或是剛剛同學講的 來自星星的你 因為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實在很無聊 或是他滿足了所有你想 但是你不敢 各位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在看韓劇 男的好像都不用工作 又高又帥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大多數的韓國男人 都工作得像條狗一樣 各位 偶像劇的好處是什麼 他彌補了所有你覺得你想要的 但是你得不到 你在裡面得到了書解 包括在座所有的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也許你都曾經想過 如果哪一天你面臨著生死關頭 有沒有一個人 會願意犧牲他的生命 來跟你交換 各位 有沒有 只有一個人所有 看你們其他的人做人多失敗 好啦 各位 我們這樣講 當然 我絕對不是要你犧牲生命去救另外一個人 而是 當你覺得你陷入生命的危機 當你快死了 你 覺不覺得一個真的愛你的人 他是會犧牲他的生命來救你 而且對他而言 他會覺得 of course 當然 我會願意這樣做 而且我不覺得這是犧牲 各位 我要說的 我不是說這件事的確要發生 我是說 當你有了這個感覺 那麼也許 你會覺得 你這一輩子 真的 非常 幸福 各位 我還記得我看過一部 美國的電影叫 索命麻醉 好 英文片名好像叫 awake 醒過來 awake 叫索命麻醉 講的是一個人在麻醉的過程當中 靈魂出體的故事 有看過這部片喔 你很喜歡這部片對不對 你看 因為許醫師很愛看電影 叫索命麻醉 各位如果有機會你們可以去租 或是去當錄下來看 講到一個兒子 被一個 這個 女的 騙了 看上他們家的財產 假裝不適 然後騙這個男的 他有心臟病 製造所有的假證據 讓這個男的去 接受開心手術 其實這個女的 從頭到尾 是要跟他辦結婚 然後把這個男的害死 來得到他們家的財產 可是這個男的從頭到尾被蒙在谷底 各位 於是這個男的進到手術房裡面 因為他 被 因為那個女的跟心臟科醫師串通 跟心臟外科的醫師串通 所以當這個男的進到了手術房裡面 他的 健康的心臟 被當作有病的心臟挖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沒有心臟 各位用體外循環機 用體外循環機 因為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有一段時間 病人是沒有心臟的 是用體外心肺循環 心臟循環機 取代他的心臟 但是他不能 持續太久 可能只能在手術幾個小時 頂多十幾個小時 他可以用這個體外的循環機 當然葉克膜就可以撐更久了 所以葉克膜 是一個很有名的醫生 沒有啦 以前我常常講 他的命是葉醫師救回來 我說什麼葉醫師 葉克膜是一種機器 是一種體外心肺循環機 就是他可以取代傳統的 體外循環 而讓這個人 在心肺衰竭的情況之下 可以撐更久啦 好 那那個男主角 就在手術台上 用著 體外心肺循環機 可是他的健康的心臟 被當成有病的心臟 被挖掉了 可是那時候他靈魂出體 才發現 從頭到尾 是他的 女朋友的陰謀 可是那時候他們已經辦登記了 他一死 他的財產都是他太太的了 各位 後來 那個媽媽 發現了 這個女的陰謀 可是他的兒子已經在手術房裡面 如果沒有人立刻提供心臟 他兒子立馬就要死掉了 這個媽媽就跟醫生說 齁 我願意用我的心臟給我兒子 醫生就說 不行 根據醫療法 你人好好的 我怎麼可以挖你的心臟 齁 結果後來那個媽媽 就 把自己 就是 蛤 吃藥 是吃藥是不是 你都記得 讓自己吃藥 讓自己 一定要死 可是在死之前他告訴醫生 醫生我現在吃了藥了 我已經快死了 你也救不活我 那你可以 用我的心臟救我兒子了嗎 有沒有 後來這個媽媽就用這一招 逼醫生 把他的心臟挖出來 裝在他兒子身上 裝在他兒子身上 結果 這個兒子 他在整個靈魂出體的情況之下 完全看到了這一幕 而感受到 原來這個媽媽 他願意用自己的心臟 來給兒子 來換回兒子的生命 好 各位 我這樣說好了 基本上 我相信每個父母 都願意為你的孩子 做這件事 那個小朋友在跟他爸爸說 我才不相信你會這樣 你平常叫我寫功課的時候都很兇 平常我叫你買玩具給我 你也不要 我才不會相信你會把心臟給我 爸爸告訴他會不會 會 爸爸說會 但是我知道你還是不相信 各位 這就是我下一段要講的 我相信 天下的父母 都會願意做這件事 但是你的孩子 不相信你會願意 哈哈哈哈 聽懂了齁 我相信天下的父母 你會願意做這件事 可是你的孩子 他 可能 不會相信 各位 好 那我要說的是 第一個 為什麼爸媽 是會願意的 而孩子大部分是不相信的 那這又回到我們親子問題了 大部分的孩子 是感受不到父母親的愛 或真的不覺得父母親是愛你的 好 那這回到我們剛剛講 如果 一個人 或一對 戀人或男女朋友 假設你十分確定 當你 瀕臨生命的危險 你的愛人 是會願意 犧牲他的生命來救你 或是我們不要講犧牲生命 給一顆腎臟也好 給一片肝臟也好 各位 我還真的遇到過夫妻喔 那個先生已經是肝病末期了 然後希望太太給他一片肝 各位 你知道肝臟移植是可以 切一片過去嘛 只要切八百公克就好了 不用全部切 太太不願意 然後先生就跟太太說 那你不願意 那孩子可不可以給我八百公克 太太說 不行 孩子是我生的 各位 先生最後 雖然還是得到了 這個 屍肝 就是屍體的肝臟移植 可是 內心的感受 其實是不是不一樣了 我相信 那時候先生 他要的 不見得是真的 你肝給我 他要的是說 我願意 他要的是一個感覺 各位明白嗎 他要的是一個感覺 所以各位 男人你一定要記得 當你太太跟你要 三顆拉的鑽戒 你一定要先一口答應 太太 我願意 然後當他感覺 對了 爽了他就會說 沒有關係我們賺的錢 慢慢再來買 不會這樣 聽懂了嗎 女人最好騙 你只要跟他說 我願意 你 叫口慧而不實 明白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各位 我的意思是說 人要的是什麼 感覺 比如說 當 吉羅林後來知道 當你為了救我 你甚至願意跟我交換靈魂 而讓死掉的是你 而不是我 各位 我相信那份感覺 就是一份非常真實的 一份 被愛的感覺 而我相信 當任何一個人 當你有了這一份 被愛的感覺 你的生命 我相信會有所不同 各位 會有所不同 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真的我們很容易覺得 人生有什麼意義 我們真的很容易覺得 我們不被愛 或甚至覺得 愛有什麼了不起 各位 於是 真的有時候 我們這樣講 每天的過日子 每天的邏輯跟理性 其實 人偶爾是需要一些 為愛的瘋狂 各位了解嗎 比如說 像我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我常常看到很多 躁鬱症的患者 說實話 有時候 當一個躁鬱症的患者 當他在躁症發作的時候 各位 我覺得我還蠻羨慕他的 因為那時候的他 是如此的 敢在街上唱歌跳舞 那時候的他是 如此的 勇敢的去追求他的夢想 雖然到時候都會變亂搞了 那時候的他是 如此 勇敢的 敢去表達他的感覺 那時候的他是 他是如此勇敢的去 落實他生命的理想 各位 可是說實話 我們平常 可能都沒有那個勇氣 我們平常 真的 都沒有那個勇氣 各位 有時候 我們沒有勇氣 真的去做 我們生命中 我們喜歡做的事 有時候 我們真的沒有勇氣 去追求你想追求的真愛 因為你真的對現實妥協了 是啊 包括我之前在輔導一個個案 後來他跟他太太結婚了 可是他告訴我 當年他真正喜歡的是一個 台大的女生 可是他不敢去追求人家 因為他自卑 他覺得人家學歷比他高 他覺得人家家事比他好 各位 因為他沒有看秘密花園 因為他沒有聽我們今天的講座 靈魂精心的安排 如果這是靈魂精心的安排 各位 那麼你應該做的是 傾聽內心的聲音 你應該做的是 勇敢的去追求 你應該做的是 順從內在靈魂的藍圖 順從內在靈魂的藍圖 的呼喚 可是各位我要講 我們真的不夠勇敢 我最近在中南部的演講 我一直在講一句話 各位 你能不能為了一個 你想要的未來 而在今天 採取大膽的行動 你敢不敢為了一個 你想要的未來 而在今天 採取一個大膽的行動 各位 因為如果當你這樣做 你真的會得到 靈魂的 勇氣的支持 而賽斯曾經講過 當你打從內心去 追求你生命中 最想做的那件事 全宇宙的力量 都會起來幫助你 讓你真的傾聽你靈魂的呼喚 勇敢地去追求 你所愛的 不管是一份工作 不管是一份追求 還是一份感情 可是各位 有時候我們會 自己就會退縮囉 叫自殘情慧 有沒有 我們自己就會退縮了 我是一塊什麼料 我憑什麼 各位 吉羅林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曾經自卑過 對不對 那個 當 金主元的媽媽 後來發現了 喔 原來他爸爸 就是救過我兒子的那個人 那 金主元的媽媽 第一句話問吉羅林 你要多少錢 有沒有 你放過我兒子 你放過我兒子 你知道我跟他分開 你要多少錢 我給你 各位 吉羅林說什麼 我不要你一毛錢 可是 我可以離開你兒子 各位 我可以離開你兒子 而且我不要一毛錢 你不要以為 你用錢 可以買我的人格 各位了解嗎 但是 的確這個世界 很多人的人格 都被錢買了 這世界 甚至很多人的肉體 也被錢買了 各位 好 今天吉羅林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因為他對他自己 有一份堅持 各位明白嗎 在那個社會裡面 拿錢走人 反正我都要跟你兒子分手了 拿錢走人有什麼關係 各位 可是我常講 你拿了跟沒有拿 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是你拿了 你就貶低你自己了 你拿了 你就貶低你自己了 不是那個錢的問題 是當你有種 不拿那個錢 你將來的價值 就絕對比那個錢更高 各位明白嗎 是背後你的心態 今天你拿了這個錢 就表示 你的價值已經被錢收買了 就表示你從來沒有認可過你自己 後來吉羅林跟他媽媽說 我是可以離開你兒子 但是我 不會拿你們家的錢 我們窮 有我們窮的骨氣 各位 憑著這一股窮的骨氣 有一天你會成功 有一天你會成功 好 我們再回到這個 祕密花園裡面 好 它裡面有一段我剛講 有點像魔幻寫實 雖然吉羅林的爸爸 往生了 在另外一個世界 可是好像 還回來幫助女兒 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好 各位 以世俗的角度來講 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 如果以賽斯心法的角度 這可不可能 可能 各位 因為 賽斯心法 很重要喔 賽斯明確地說 所有我們已經往生的親友 都沒有真的消失 他不但 平安地在另外一個世界 而且他還實時 關注著你在人間的發展 各位 包括很多人說很遺憾 我在我爸爸還在世的時候 沒有結婚 他說 所以我爸爸從來沒有抱過他的孫子 各位 你錯了他抱過 在他往生之後 他又回來看過他的孫子 各位 因為 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因著緣分的關係 他對於你在這個世界的發展 是知道的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是知道的 所以當這個人跟你是有緣分的 縱使他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他會實時 關心你的發展 而且各位 他還會給你意見喔 就是我們所謂的託夢的意思 但是這個託夢 跟傳統的託夢不一樣喔 賽斯心法裡面所謂的託夢 是你已經往生的親友 他依然會依照他現在的發展的狀況 而給你他要給的意見 可是各位 你一定要聽他的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那我只是想表達 你已經往生的親友 他其實都還真的 實時在照顧著你 甚至他還在影響著你 在潛意識裡面 在心電感應的層面 在夢境當中 他的確也在保護著你 所以很多傳統民俗的說法 說我們已經往生的父母親 跟他說去造神啦 有沒有 跟他去造天使 還是怎樣 然後在我們身邊 護持著我們 各位 這一句話是真的 這一句話是真的 好 如果以秘密花園來講 吉羅林的爸爸 在十年前過世了 可是他在另外一個世界 他依然在愛著他的女兒 他依然在對女兒的感情事件 出主意 甚至暗中 助一臂之力 可是各位 我的意思不是說 吉羅林他沒有自由意志 雖然他的爸爸 也許很想湊合 吉羅林跟金主元 可是如果 兩個人真的沒有緣分 有沒有用 也沒有用 好 所以藉由 秘密花園 這一個 偶像劇 各位 我要講的是 真的在 兩個世界之間 並不如我們以為的 那麼的疏遠 其實真的不是 而真的當我進入賽斯心法的時候 各位 我告訴大家 我個人並不想把這個概念 只當作一個理論 只當作一個理論 對我而言 我真的希望透過賽斯心法的學習 打開我們內在的心靈 而真的 我們可以感受到 已經往生的親友 跟我們之間愛的能量的交流 愛的能量的交流 各位 我跟你講一件很玄的一件事 我之前輔導了一位一兩年的個案 我輔導他輔導了一兩年 每個月兩個小時輔導他 那這位個案 在上個月 兩個禮拜前吧 突然往生 才四十歲出頭 沒有任何的疾病 沒有任何的徵兆 早上清晨睡到四點二十三分 突然胸口不舒服 後來打電話請他的室友 來幫他按摩一下 到一個小時之後 還是不舒服 他的室友下去開車 要送他到醫院 他就直接在床上往生了 沒有任何的心臟病史 沒有任何的疾病史 沒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 之前有失眠的問題 有拿安眠藥 可是最近安眠藥都減了 幾乎都沒有吃安眠藥 已經好幾個月都沒有在拿安眠藥了 各位 就這麼突然往生 他往生之前 也沒有任何的徵兆 也沒有任何人知道 那後來他的助理告訴我 他說 雖然是這麼的神奇 這麼的奧妙 這麼的不可思議 可是他覺得很奇怪 他說他的這位 朋友 從來不買瘦險 從來都只買意外險 從來都只買意外險 沒有買過一張瘦險的保單 而且非常好玩 當我 還不知道他往生之前 那時候剛好那天我要出國 剛好在機場的這個商店街裡面 我走進了一間商店街 差一點買一個他介紹我買的背包 因為他很喜歡用一個品牌叫Tumi Tumi 我剛開始以為是德國品牌 後來還想是美國品牌 Tumi 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之前送一個Tumi小包 給我的助理 他就跟我說 欸 徐醫師 我覺得這個Tumi的牌子很好 我覺得你很適合背 哪一個哪一個款式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跟我講 講一堆 那他往生前一天 各位 我剛好看見 中正機場 新開了一家Tumi的店 中正機場 我從來沒看過 是最近才開的 你們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 中正機場最近才開的 然後我走進去 那店員已經跟我說 欸 這個包正在打折 一萬六 各位 徐醫師這麼節省的人 怎麼會買去花這種錢呢 徐醫師的 這個座右銘就是不消費 基本上我一個月的零用錢 不會超過一千塊 從我的皮夾 拿錢出來的機率幾乎是零 所以我的皮夾裡面 如果有兩千塊 這兩千塊 可能放兩個月 都還是兩千塊 因為我沒有任何花錢的習慣 當然在家裡就是家人負責 買菜啦 準備三餐 我到外面 各位你知道 徐醫師到外面 永遠是 該接送的接送 該安排的安排 該招待的招待 有一次我記得我到美國去巡迴演講 身上帶了很多美金 後來一整圈下來 身上一張美金都沒有花出去過 整個美國巡迴演講完一圈 各位 我一塊錢都沒有花到 所以徐醫師這一輩子很悲哀 各位 做人做到現在 做到這樣還有什麼意義 你們這樣明白了嗎 你們現在知道我有多痛苦嗎 我幾乎沒有花錢的經驗 先講個笑話 有一次去花蓮賽斯孫工作坊 剛好因為火車接駁的原因 他們沒有辦法幫我準備午餐 結果上火車了 我就在火車車站裡面 自己買一個便當 然後自己掏錢買便當 自己拿給店員 然後把錢找回來 然後在火車上吃便當 然後我就把這件事情PO在FB上面 然後告訴大家 好神奇喔 我竟然會自己掏錢喔 我竟然的手 我的手會摸得到錢喔 我竟然手上可以拿到錢 付給店員 而且還會找錢喔 我竟然會有能力自己 花錢買便當 把自己餵飽喔 各位 這件事對我來講 從來沒有發生過 你們現在是知道 徐醫師是一個神經病的嗎 我很少有手摸到錢的機會 我甚至不會有機會 手上拿的錢去買東西 所以我的皮夾裡面如果兩千塊 過了兩個月還會是兩千塊 因為我每天過著這種 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哪有時間啊 所以我的很奇怪 我這一輩子的一個神經病 就是零消費 我沒有任何消費的習慣 我跟這個物質世界 幾乎從來不打交道 幾乎從來不打交道 所以以前這個 這個王紀慶王姐 最早這個 新時代協會的創辦人 王紀慶王姐講過 你根本就是一個修行人 你根本不知道 從幾輩子以來就是修行人 你這個人一輩子 根本不用碰錢的 各位 後來有個學員就說 徐醫師 我知道了 你就是古代的皇帝 皇帝是不會碰錢的 各位 你看過皇帝自己戴皮夾嗎 你看過皇帝自己付錢買東西嗎 你沒有看過 那就是我的人生 好啦 這是開玩笑的啦 我不是說我是皇帝啦 後來那天很神奇喔 在那個個案往生之前 我就走進那家店 然後一萬六千塊 我當然買不下手嘛 後來到了普吉島 看到FB 哇 原來他過世了 所有的人通通沒有人知道 完全一個健壯 每個禮拜上健身房 很強壯的SUNNY BOY 怎麼可能突然死掉 各位 我一直在想 原來他要我去買那個包 後來回程在泰國曼谷機場 我有看到脫迷這家店了 我真的走進去 買了那個包 而且在泰國機場 買兩件還八五折 才一萬三 還省了三千多塊 各位 因為我從來不會走進那種店 我甚至根本連買的念頭都不會 可是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走進去 然後在中等機場 真的還差一點買了 因為我平常的包很小 我已經用了快十年了 各位 我去郊友的那個包 我去台南的那個包 我去大陸的那個包 我那個包沒有換過 我出國旅遊也是那個包 我只有一個包 已經用到快爛掉了 快十年了 那我想說我要大一點的包 因為有時候 出國三四天五六天 我是不用大行李的 各位 後來我就在想 原來他要我去買那個包 為什麼 因為他很想念我 他希望我背著那個包 我常常感受到 他就在我的身邊 各位 你說神不神 原來他一直希望 許醫師心中 懷念著他 因為當著我背著那個包 我就一直覺得 好像他在我的身邊 好像他在我的身邊 各位 所以這件事情 真的我覺得很奧妙 所以當後來我知道這位 學員往生之後 各位 我這一次到台中來 我就是背著這個包 我就是背著這個包 因為他要我記得他 因為他 想實實在我的身邊 保佑著我 祝福著我 各位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 所有你們愛的人 所有你們關心的人 你只要用心去覺察 你用心去覺察 其實 他並不如 各位你們過去以為的 真的 離開到另外一個世界 跟你沒有關係 其實不是的 在你的直覺裡面 在你的第六感裡面 他其實真的 時時刻刻來到你的身邊 他真的時時刻刻 在你的身邊 用愛在護持著你 而很多次 也許你曾經逃過一個危機 你其實不知道 誰在幫助你 各位就是那些 你所愛的人們 雖然在另外一個世界 他其實還是 常常在你的身邊 好 回到我們的結論 每天的生活 都是靈魂精心的安排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個人 在每天的生活裡面 試著去感受到 生命中的愛 在每天的生活裡面 去感受到 你的靈魂來到這個世界 他要完成些什麼 你的生命的每一件事 都有他的目的意義跟理由 那你必須為他找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